刚刚整个提醒来 赖星的已经讲了 2024他自己有非常大的选择 参选别无悬念 别无悬念的下方下 我也没想过 副总统会去抢党主席 因为我们过去学的政治学里面讲 副总统每天只有一件事情 他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说 总统今天身体好不好 总统今天身体好的时候 他就回到他的办公室继续坐着 总统身体不好的时候 他就开始练身体 可是 这个副总统要来选党主席了 对所以我在想 赖星的这件事情 我们把国民两党来比起来 其实家家有本难念的金 党党也有本难念的金 今天赖星的他除了说 第一个要先把这个党主席拿下来拽 他还有第一个要考虑的 因为拿党主席的确你超兵服 你包括党内的布局 跟人事安排都是你说了算没有错 可是问题是现在施政的成绩是谁 就还卡在苏贞昌身上 对那你苏贞昌只要做得烂 等于说你提再好的人选 他都可能产生连带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赖星 所以你说 他们先抢党主席 接下来会抢行政权 没有错 党主席只是第一步 最重要的这个行政院长 年后一定要拿下来 因为你不拿下来 所以赖 赖不会只甘于只拿一个党主席 他会连行政权也要拿 没有错 他如果只拿一个党主席 他叫跛脚 为什么 你行政权先卡在苏贞昌 今天苏贞昌到处给你放炮 又在立法院跟你说 你在那边叫什么 那怎么办 你赖星的提供 叫什么叫 叫什么叫 再好的人选 都会被苏贞昌给搞垮嘛 比大小我不输啦 对对对 你要亲话吗 对对 他到时候就这样讲了 那问题是他现在外围人 不断地在对于行政院长 这一直提出一些意见 说要换隔魁 说你这样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其实就是为了后续在布局嘛 那在年后 不管这个党主席 最后结果是怎么样 赖清德势必还要就内阁这一战 跟蔡英文做个输赢 不然你如果这个行政院长不换 最后就变成什么 赖输赖 可是赖你这样讲 赖现在做法是 要蔡英文缴械耶 因为他不愿意跟赖 跟所谓的蔬菜系统绑在一起嘛 绑在一起变成什么 就又回到当年 他当行政院长那个时候 全部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 最后赖 蔡英文把整个锅 攻得月 全部都甩到赖清德身上 他又倒霉啦 所以今天在民进党状况是这样 回到国民党 一样啊 今天党主席是朱立伦 问题是 真正最有希望参选的是谁 是侯友宜啊 所以他们一样又面对 同样的尴尬和困境 提名权 侯友宜也不可能去跟朱立伦 去抢这个党主席的位置